挑战自制全网最小锅盔 经过我深入的分析 商场里那家锅盔生意很好 肯定能赚不少钱 眼看要过年了 小二也不给我发年终奖 我还怎么有脸回去面对我的家人啊 除了摆摊赚钱我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要不就摆摊卖锅盔吧 准备一大盆面粉 99粒酵母 199粒白Sugar 加一些温水 用筷子把面粉搅成面具状 再把它揉成面团 盖上保鲜膜密封发酵两倍大 现在准备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 用大刀剁成肉末 剁好的肉末加入葱花 姜末 柠檬料酒 再加入生抽 老抽 石盐 胡椒粉 再来一点点高端的香醋 再来芝麻油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绕线 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来 揉面排气 然后分成均匀的等份 把它们每一个都揉圆 然后每一个面团都抹上食用油 再饧发二十分钟后按压成圆饼 再包上肉馅 像包包子一样把它包好 最后用擀面杖擀成厚厚的薄片 表面喷上一层水 撒上白芝麻 再按压紧实备用 既然是出去摆摊 我肯定知道一个老式的炉子 所以现在动手做一个板 准备一个桶 然后桶的底下切一个口子 准备一个陶瓷缸 底部需要钻一个洞 算了 都钻不动 试试网上的方法吧 据说把陶瓷缸放进水里 再用钉子垂一个口 这个陶瓷缸不会破裂 哇塞 真的成功了 而我不止一个头 我需要整个底部都破开 怎么样 看上去不错吧 现在用钉子把陶瓷缸刚刚勾起来 再点上一个铁架子 把陶瓷缸放入不锈钢筒里面 缝隙太小了 还是不包过锡纸了 缝隙里面填充满耐温泥 让它自然晾干24小时 那么老式的炉子就做好了 可以烤锅盔了 把锅盔贴在钢笔上 据说锅盔直到烤熟也不会自己掉下来 现在就等待15分钟就行了 时间到 加出薄盔 我这 这啥情况啊 还有一个 希望能没事 则则则 酥脆鲜香的锅盔就做好了 啊 好香啊 忍不住了 让我来尝一尝 得得得 脆香可口 里面的馅料根是香而不腻 得得得 我这手一出汤还怕没客人吗 这锅盔商场卖8块钱一个 成本才不到2块钱 我每天坚持出汤 肯定能赚一笔的 奥利贝 好你个小小万 又背着我在干什么呢 我还是要不要 我还是要不要 要不要